XYG三比而战胜西安未获得留在S组的希望 不过却差一点被S组最弱的队伍 让2追3 下一场和北京WD将是生死战 李久点评XYG的话 让张大仙气的脸都红了 那现在XYG还有多少机会能留在S组呢 李久又是说了什么话 让张大仙破防呢 让黄小虎来为你分析一下 首先小伙伴们都知道了 XYG战胜力拿到夏季赛首胜 双方都是两人一败开局 谁拿到比赛的胜利 谁就还有机会留在S组 反正一定会让个A组 好在XYG本质的心态 要后人对面临单了 可以讨论了 可因无准能买到的胜利 对了XYG拿下了手套 但是情况机能不乐观 在WD确定下来A组后 因为它们并不是大体运营下来的 所以最后一台S组的银额 在XYG和WD里面称 由于WD的运动分 挂高和XYG 理论上是WD留在S组的概率大一点 但是WD还要在后面打银心 总乱说关键一段还是XYG能否正上WD 两只战队人们赢下来 谁就能留在S组 另外就是明明XYG赢下了西安卫 不过再后解说 李久仍然要去微博吐槽XYG 降业风筋的PP太慢 说了一句这个机构令人权到底图个啥 还是刚驱乐完的 这句话瞬间引发了男人的热语 有人用为李久说的很对 花木兰在这个版本太弱 而且才刚驱乐过 拿出来就是白银 但有一些人就问了 XYG肯定是任何他拿出来 根本就不是骆英雄 所以这就是反应最大的就是张大兴 他的李久亲的脸都红了 大兴认为这叫实戒 而不是骆英雄 有人解释李久说话的是公平 看了李久若得罪了一个促乐部 大家觉得XYG还能否留在X组 欢迎到评论亲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